今天北关处举办2019年美食展级伴手礼辅导计划说明会 提供在地业者课程与美食展出的机会 而今年来参加说明会的业者是超过30家 业者也纷纷的提出意见 我让辅导北海岸的店家与商家推出专属于北海岸的亮点伴手礼 今天在北关处邀请商家来进行公开说明会 在北关处的辅导计划后 渴望透过课程的训练让在地的商家找到产品的亮点 经过包装行销 最后的目的是要将专属于北海岸的伴手礼 推向美食展让更多人看见 美食辅导计划案的部分我们今年已经办理 那针对明年的部分我们今天办理的说明会 有兴趣的厂商有暴增的趋势 那今天来的厂商有超过30家的业者 那针对我们美食跟伴手礼的这个计划是非常有兴趣 那我们这个计划主要是针对在地的餐以及伴手礼的部分 来做一些辅导 那希望可以借由这个辅导案呢 那宣传推广我们在地的美食跟伴手礼 那我们这个报名的计划 预计会到明年度的3月底截止 那相关比较详细的讯息 也欢迎大家上我们官方网站来做查询 2019的美食展季伴手礼辅导计划中 提供报名业者课程与美食展的展出机会 连续两年北关处辅导商家打造亮点伴手礼参展 今年来说明会交流的业者也超过30家 可以说是比起去年有暴增的趋势 而在说明会上业者也纷纷提出意见 希望北关处提供的辅导内容 能够真正符合在地商家的需求 我们有什么样的辅导资源可以做一个表列 那当然参展我想在做 我们都知道参展不是每一个人一定得奖 但是参展是一个手段 如果这有这样的手段 那我们北岸岸甚至整个 这个区域在整个行销推广上 能够更完整 那更完整就如刚刚像江华所讲的 我们能够提供如何的辅导资源 给这一些业者 那我想在地业者很多是 具有非常特殊的甚至特别的特色 那我想这一些东西都是我们 足以跟外界竞争推出去的 现场有不少的商家业者 都是在北海安地区经营多年 因此也秉持着 共好共创在地经济发展原则 也期待北关处提供的 不仅仅只是美式商品的辅导 还可以带入商品体验邮程 行销北海岸亮点伴手里之余 还要将民众带到北海岸观光 刺激观光经济 活络北海岸地区发展 既角料品和时日门采访报道 帮助 帮助 词